美国是靠战争发财的,也是最爱好战争的国家,二战之后,美国的每一位总统都筹划过战斗,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国家。 穷兵毒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标志,由于美国就是靠战争从全世界获取利益,安静霸权,打乱可能挑战其霸权者,无论是晚期的伊拉克、阿富汗,还是前几年的利比战,以及正在进行的叙利亚,美国都是这样的思绪。 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25日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讲话人伊戈尔科那圣科夫烧将表示,住戏美军客观上再无任何合法理由此进一步行动,可是美军没有撤离的意思,由于其战斗必要获取的好处还没有获得,美军战事不断,那么其害怕的四个首要敌人都有谁呢? 近期,美国布鲁金斯协会给出了本身的排名,该协会为美国传统智库,在美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,布鲁金斯协会给出的排名,大概有一定的原因。 第四名以色列,美国对以色列军队太体位了,由于以色列军队的提升,每一步都有美国的支撑,以色列全民结兵,并且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同军的任务,以色列军队不断的理念。 就是光乎民族死活,所以战斗力强悍。 第三名越南,越南战斗是美军永久的痛,美军打赢了几乎所有的战斗,却输掉了整个战役。 对于美军来说越南战役就是滑血炉,铺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却无法降服这个国家,结果导致陷入战斗泥潭无法自拔。 第二名俄罗斯,俄罗斯不仅拥有大量的核刀兵,美军高官员任何在核刀兵上美军没有上风,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军队的强悍与确性让美军头疼。 第一名中国,美军第一个在没有成功的请兵协定上签字的对手就是中国。 美国人很是清楚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,不敢正面交战,我们中国人是玩命的民族,一旦和中国人交战,那美国人是不想活了,中国人是不获全胜绝不收兵。 27日,是一个不满着历史积定的日子,1953年7月27日,朝、中、美三国在百门店签订了朝鲜请兵协定,今天是美国签订请兵协定用15周年的日子,也是美军最耻辱的日子。 一个国家要强大,不能缺乏神风好气,一支军队要强大,不能没有铁胆峡谷,实现强国强军方针,离不开英雄精神,更要好汉英雄辈出,和平,不是弹出来的,更不是忍出来的,而是打出来的。 军队的战斗力是在战场上停杀出来的,军队的胜威是由战斗中的对手中树立起来的,当今的中国军队今集练兵备战,为的就是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,这是高尚的使命,更是陈甸甸的责任,没有先烈门的浴血奔战,就没有新中国,保家卫国,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。 正在共和国的旗号下,应该感到满足和骄傲,少说话多干实的为国效力,不给国家添乱,爱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,同时请记住我们国家的烈士前辈们,他们永久的活在我们心中,永垂不朽,毫无疑问,我们不能躺在新月的郭勋岛上,质责一碗沉沉相依,那样会吃大亏的。 新时代的军队要打出新时代的身为,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不要命的,美国欺负若国已习惯了,但他在中国人面前只能低头,中国人百年的沧桑几绝物,宁可站着死,不肯跪着生。